春节期间 侄女剪碎了我新买的满面裙 她睁得无辜的眼睛说 小姑 我只是想给娃娃做件衣服 你不会怪我吧 我塞给她一个红包 乖 你做得很好 这是给你的奖励 后来 她剪碎了商场价值30万的裙子 以前两年没有回家过娘了 不因为别的 全是怕了我那骄纵跋扈的小侄女 还记得上次春节期间 八岁的侄女毁了我所有的化妆品 用口红单画笔 粉底液和面霜涂抹的到处都是 不仅如此 她还抢我的手机 夺我橱柜里的蝴蝶人手办 忍无可忍之下 我吼了那孩子一声 谁知她小小年纪 竟然恶人先告状 说我欺负她 柯嫂知道园又厚也不管 只是说 家乃啊 你侄女还小 别跟她一般见识 我妈也偏向这个小孙女 有钱买了一些化妆品 不如给你侄女包的大红包 那一天 我气疯了 赌气两年 没有回家过年 今年放假前 我妈打好几个视频电话 她向我保证 不会再让侄女碰我的任何东西 最重要的是 她说这两年身体不好 想让我陪陪她 心一软 我买了回乡的车票 连坐两天高铁到了家 有了前车之鉴 我把自己的所有昂贵物品锁进箱子里 手机寸不离身地带在身边 我看这样 那个小丫头还能做腰部 哥嫂带着孩子进门后 就任由孩子东跑西滇到处折 明明已经十岁了 却一点礼貌都没有 见到我妈的第一句 不是问好 而是伸出手来点的脚 一副要债的模样 我妈还笑盈盈地掏出红包 夸 宝贝猩猩长大了 越来越漂亮 猩猩做了个鬼脸 吐吐舌头跑掉了 我坐在旁边 心里很不舒服 说了两句 妈 你也太惯得她了 你瞅她那目中无人的样子 这分明就是没有礼貌 我妈摆摆手 表示不在意 心心还小呢 再长点就好了 都十岁了 还小呢 再说了 这是基本的教养问题 现在不管以后更难管 都是自家人 哪来那么多规矩 正巧嫂子从卫生间出来 听到我们的谈话 她抽了两张纸巾擦了擦手 然后把团成的球 丢在我的面前 家然 你不会还记恨 上次欣欣弄坏你口红的那件事吧 我清了清嗓子 表示 嫂子 上次的事我不计较 只是你看欣欣这么大了 又是个女孩 待教她学规矩了 嫂子拧着刚文的眉毛 上面的痕迹还没完全消去 显得有些滑稽 你还怎么了 你不也是女孩 网上说那些教条规矩不可取 你别是读书读傻了吧 嫂子我不是那一意思 欣欣的行为举止 确实该约束一下 我们欣欣可是班里的三好学生 怎么教育 还用不着你来管 说完 她抓起一把瓜子 在旁边磕了起来 还有余光给了我个白眼 我也不恼 拿出和同学的聊天记录 放在我妈面前 妈 我同学可是他们班的数学老师 跟我说过 三好学生 全班每个孩子都有 我妈忍着笑 抬了抬我的大腿 行了 证明咱欣欣不比其他小孩差 嫂子催了一口瓜子皮 忙不叠硬喝 就是就是 佳然你别没事找事 笑话 我说两句实话 也倒没事找事啊 我刚要说什么 又被我妈拍了下大腿 算了 话不投气半句多 既然如此 我就闭嘴 饭桌上 爸妈哥嫂 还有其他几个亲戚都在 欣欣拿着筷子在菜里扒了 很快一盘蒜苔炒肉 就被她霍霍地不成样子 她撅起小嘴 把筷子一摔 哼 我不喜欢吃蒜苔 我要吃糖醋鲤鱼 嫂子给她夹了一个大虾 笑嘻嘻哄着 乖宝 尝尝你奶奶做的大虾 欣欣咬了一嘴 立刻吐掉 嫌弃着 呸呸呸 好难吃 不如妈妈你做的好吃 要知道 我和我妈在厨房忙会一个上午 没人上来搭把手 嫂子在客厅嗑瓜子看电视 啥也没干 美其名曰 刚做的美甲不能碰水 我笑了笑 把大虾全蹬到自己身边 既然欣欣不喜欢吃 那小姑吃咯 说着 我把这盘椒盐大虾分得几个长辈 他们都夸 是嘉然的手艺吧 真不错 比我家楼下饭馆里做的还好吃 嫂子的脸瞬间黑了下来 她不吭声 自顾自地吃饭 没一会儿 新鲜剩了半满米饭 非要抢我哥的手机玩游戏 我哥气得大手一扬 说了不让你买手机 怎么就是不听话 嫂子捶着我哥的心口 大骂 就许你天天玩那个破手机 也不知道跟哪个狐狸精勾搭着 王雁如 大过年的我看你是找揍 来啊 你打 有本事你打死我 说着 我哥就要撸袖子打人 众人一看情况不妙 纷纷劝和 两个人闹着 你一句我一句地呼骂 此时的心心已经不见踪影 走不过这小丫头躲在哪里玩 反正我的化妆品和手机 都已经锁好 他找不到的 家丑不可外扬 两个人在一群亲戚大过年的 有话好好说的理论下 各退一步 终于消停 下午 送走了客人 我本想回卧室睡一觉 打他门后 我整个人要气得螺旋升天 新鲜手里拿着剪刀 旁边是我新买的马面裙 已经被剪得面目全非 得来是挂在衣柜里 我打算明天去同学聚会穿的 结果被这个小崽子剪成了筛子 我气得牙都要咬碎 作为一个汉服爱好者 这条裙子我花了差不多三千块买回来的 如今被他剪成破浪 我如何不气 手握成拳头 身子气得发抖 就要破口大骂的时候 对上欣欣一双无辜的水灵大眼 只见他抬起头 从进门以来第一次喊了我 小姑 我想得娃娃做深衣服 你不会怪我吧 说着他举起手里 扎得歪歪扭扭的娃娃 我那可怜的马面裙面料 就这样惨遭毒手 不甘心 实在不甘心 这孩子年纪不大 心机很深 上次栽在他手里一次 如果此时 大喊他剪碎了我的裙子 不仅夺不到哥嫂的赔偿和道歉 爸妈也会偏向他 见我不说话 欣欣扯了扯我的裤脚 眼底渗出泪花来 小姑 你生气了吗 只是一条裙子而已 长大以后我赔给你 小姑 妈妈说你工作 赚了好多钱 应该不会为难我一个小孩吧 我笑了 这孩子还挺会倒得绑架 他妈一天到晚 都跟他灌输了些什么呀 既然家庭教育不了他 那么就让社会来吧 早晚有天 这个回旋标 会砸到他自己身上 我摇了摇头 把他抱在床上 拿起他缝制的 歪七扭八的娃娃 只夸 欣欣的手真巧 这娃娃十分漂亮 比小姑强千倍百倍呢 说着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 早上见他正没礼貌 不想给他的 现在派上用场了 欣欣 你做娃娃太好看了 小姑奖励你的大红包 谢谢小姑 欣欣抢过红包 丢下娃娃 逃到了客厅 妈妈 你看 欣欣手持红包 得意洋洋 献宝一样地递给嫂子 嫂子打开一看 可美坏了 她摸了摸欣欣的头 都是因为欣欣讨喜 你小姑才给你包了这么大的红包 不像那群穷青妻 抠嗖得很 我站在原地不着痕迹地笑了下 手里钻紧的那只娃娃 上面的绣花纹路 割得我手生疼 两天后 嫂子哭着见了家门 后面跟那一脸丧气的哥哥 和不知所谓的欣欣 雁如 你们这是怎么了 不是出去逛街了吗 妈 这日子没法过了 嫂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欣欣捡坏了商场十几条裙子 商场让我们赔三十万 说着 她从包里递出一张销售单 每条裙子的单价都在上卖椅上 我惊得捂住了嘴巴 其实嘴角已经咧到天上去了 活该 让你俩不好好管叫你儿 这下闯祸了吧 我妈两眼一花 顿时没了主意 她拉着我的手 家然 这下可咋办啊 唉 我无奈 商场的衣服被损坏 人家让赔偿也是合情合理 哥 你们怎么能让孩子 捡坏人家商场的衣服呢 我皱着眉头 稍微火上浇油一把 本来哥哥 因为这件事就很窝火了 嫂子在旁边哭得又很大声 她又压不住自己的暴脾气 摔了个茶杯 你的丧门心就知道哭 不看好孩子 就顾得跟别人聊天 这下好了吧 让你赔三十万 嫂子不甘示弱 也摔了个茶杯 你还好意思说我 见了商场门 却见不着你人影 孩子出事时 给你打十的电话 你都在通话中 你到底干了点什么 你心里门清 我那是给客户联系业务 不然过完年 你喝西北夫呢 少拿工作的幌子骗我 你就是勾搭那个狐狸精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两人又要上手 我只得拉着我妈赌原点 省得殃及无辜 欣欣呢 根本没意识到 自己犯了错 拿起我屋里的饼干 埋头就吃 最后这场战争 还是我出面解决的 嫂子被扇了一个巴掌 发型有点乱 刚做完的美甲全披了 我割伤得有点重 满脸都是伤痕 被打成熊猫眼 鼻子还在流血 拿着那张销售单 我说 要不咱们找警察协商解决吧 我哥抱着头 满面愁容 这就是协商丸给出的价格 调解书还在这呢 据我哥所说 欣欣被商场工作人员 抓住现行后 我嫂子当场撒泼 把人家售货员的头发 薅下了好几根 商场负责人报警后 来到警局 我嫂子先开始不承认 是欣欣干的 警局调完监控 证据确凿 商场负责人态度强硬 要求按原价赔偿 我问欣欣 你为什么要捡人家裙子 欣欣昂的小脸 倔强着 我们班女生说 我有做设计师的天分 商场里那些裙子太丑 我给他们改造一下 我汗言 这孩子估计在学校 也是被捧臭脚惯了 人家说什么 他就谢什么 家里一下 为这三十万发了愁 爸妈气得血压爆表 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愁笼 突然 嫂子给我倒了杯茶 往我身边靠了靠 他单笑两声 家然 我听说你在公司混得挺好 去年还在海城买了套公寓 要不这日钱 嫂子使了颜色 我哥立马就明白过来 他也上前 拿出一副讨好的笑容 骂啊 帮帮哥吧 你是咱家唯一的希望 这两口子的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 合着就让我当冤大头 替他喇擦屁股 我勾了勾唇 把茶杯放下 对哥嫂说 心心闯了祸我也很心痛 这三十万我可以拿给你们 不过我有个条件 怎么还对你哥谈条件啊 亲兄弟名算账 如果你不答应就算了 我站起身要走 被我嫂子一把拦下 嘉然 你说吧 只要能卖过这个坎 怎么都行 还是嫂子十大体 我掏出计算器 巴巴地上了一笔账 三十万不是的小数目 放在银行里一年的利息 大概六千元 所以说 你们多打欠条 便按照这个利息还钱 可以吗 我哥结了 当下打翻计算器 哪有找自己妹妹借钱打欠条 还要还利息的 嘉然 你就这么不给情验 我别了别嘴 双手插都 哎 我还没跟你说 这些钱买理财产品 利息更高呢 既然你不愿意 那就算了 我转身离开 留下哥哥嫂子 在客厅面面相去 晚上 我妈找到我 开始的亲情攻击 闺女 你就帮帮你哥 看在一家人的份上 我把被剪碎的 马面群拿出来 妈 这就是你宝贝森女干的好事 她胆带家 剪烂我的裙子 所以 她也赶建商场里的裙子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吗 那就是 你们对于心心缺乏管教 从来没意识到 过分纵容她带来的后果 我妈瞥了一眼 有些愧疚 裙子多少钱 妈赔给你 不过你应该出手 帮一下你哥嫂 你哥工资就那点 你嫂子又没工作 新鲜还要上学 妈 我丢下手中的裙子摔在地上 木火终于压不住 你的眼里只有大哥一家是困难的 我就不困难 我在海城打拼多年才有这点积蓄 那三十万是我省之俭用攒下的 我不可能给他们 想当初我刚上大学 大哥结婚需要用钱 二话不说 抢走我的学费 我引人努力 靠着助学贷款和刻意时间打工 勉强支撑完整个大学期间 毕业后 我去了离家千里之外的海城 又我知道 这个家里我得不到一点重视 父母偏心大哥 忽视我的存在 导致我和他们的感情并不深厚 我气得直飙眼泪 坐在床头上不再看她 我妈叹气 然后勾搂着老妖离开 第二天 嫂子容光焕发地坐在客厅 手上挫着指甲悠闲得很 家然 商场的事解决了 三十万有着落了 嗯啊 嫂子吹了一下手上的指甲默默 妈疼心心 这钱是她拿的 我站起身来 大呼 你们怎么连老人的养老钱都动 父母退休金不多 这三十万里 还有当初拆迁老房的一部分 其余多数都被这夫妻俩 祸害得所剩无几 嫂子全然不在意 无所谓地说着 老太太硬要塞给我 我也报拒绝 对吧 妈 我望向身后 我妈端了一盘水果 不知所措地站着 半天才起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大过年的 把这事早解决早好 省得烦心 我觉得很不可理喻 上前争辩 那是你和爸的养老钱 怎么说 点他就给他 更何况 拆迁款也带有我的一部分 你们都直接给了大哥 未免太偏心 我妈拉我的手一下 被我躲开 我跟你爸养老的事情 不用你管 有你哥嫂 给我来养老送中 更何况 你失的姑娘家 迟早嫁人 拆迁款肯定没你的份 妈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 此时此刻 我觉得这家完了 没有这样拎不清的父母 更没有这样浑蛋的歌嫂 我不哭 也不闹 拎着行李出了门 临走前 我留下一句话 既然你说 有歌嫂为你养老送中 那么以后有事情 不要来找我 门被关上时 似乎听见我妈在哭 而嫂子轻飘飘的一句 放心妈妈 嘉然心软 不会不管你的 是 就因为心软 我才会来看清你们的嘴脸 再有下次 我就不叫谢嘉楠 距离假期结束还有三天 我没有离开老家 而是找了酒店住下 我要看看 这对可恶的夫妻 到底还要做出什么花样 暗中观察 发现我歌换了辆 价值二十万的车 还带着一个陌生的女人 而嫂子每天花枝招展 手上拎着满满的购物袋回家 脖子上还挂着一条价值不菲的翡翠项链 就在我正纳闷的时候 一个电话打来 你好 我是商场的负责人 赔上款什么时候能到账 破案了 我的哥嫂彻底把我当成冤大头 他们撕脱了爸妈的羊毛巾 还把我顶出去 替他们还债 支支一党人士也不干 我悄悄拍下他们销赃的证据 并依靠自己的人脉 调查了他俩的银行流水 提交给法院 一个月后 终于接到我哥电话 他在那头破口大骂 你竟然敢状告自己的亲哥哥 还有没有人性 我站在办公楼的窗台前 俯瞰车水马龙 谢嘉诚 你没资格说我 这拆迁款我要定了 说完 我挂断电话 并把他拉黑 属于我的 我要一分不少的要回来 至于偏心的父母 愿意补贴 他那没出息的儿子 就随他们去吧 据亲戚所说 商场多次要钱无果 要送我哥去坐牢 爸妈情急之下 把房子抵押出去 这次勉强度过风波 家然啊 我也看出来了 离开那一家是好事 您的夫妻还在后头 我揉了揉眉头 苦笑 往后的日子不好说 毕竟他们没得到惩罚 是不懂得悔改的 开庭前夕 我收到一张图片 点开后 竟然是我妈的病危通知书 那一刻 我顾不上怨恨 请假直接飞往医院 医院里 父亲泪眼菩萨地 坐在走廊 苍茅了许多 我鸽则站在旁边 低头看手机 一言不发 唯独不见嫂子的身影 病床上 我妈浑身插满管子 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 一条腿上打满石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爸爸抹了一下脸 缓缓掏出香烟 又收回去 他颤抖着一双满是柱纹的老手 告诉我 欣欣非要出门满 你妈说 让他吃完饭再出去 结果欣欣一生气 从楼梯边上 把你妈推了下去 难以置信 这是一个十岁孩子 做出的事 下次狠手 比恶魔还恶魔 我扔掉哥哥的手机 抬手就是一巴掌 谢嘉诚你混蛋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乱手机 都是因为你的宝贝女儿 害得妈生死未卜 告诉我 王雁如在哪 我跟你们两口子没完 我哥被我打猛了 半天才缓过计 毕竟从小到大 我都任由他们拿捏 突然的强势 反而打他的措手不及 米嫂子 带着欣欣躲回娘家去了 我冲到王雁如的老家 趁着家里没其他人时 提着根一米长的铁棍 砸碎了他家所有窗户 后面跟着的是 我花二百块钱雇来的保镖 毕竟我也不傻 真当干起账的时候 好歹还有个帮手 嫂子吓得哆哆嗦嗦 她抱着欣欣躲在厕所不出来 我不厌其烦地敲着门 王雁如 你赶紧出来 我有话对你说 谢嘉然你是不是疯了 你这是 毁坏我家私人财产 我哈哈一笑 比起毁坏你家几块瀑玻璃 你还是想想 欣欣以后怎么做人吧 热搜上 欣欣把我妈推下楼梯的视频 已经激起名字 这么小的孩子 但这种缺德事 相当于变相杀人 你看那孩子的表情 就是故意的 熊孩子背后 有个不负责任的家长 让他的父母出来赎罪 嫂子看那新闻 还装淡定地辩驳 孩子才十岁 他有什么罪 你别以为把事情捅到网上 就能吓唬住我 我强行把心心拽出来 让身后的保镖兄弟带走 留下吓到失禁的嫂子 他抓住我 恳求道 嘉然 你别动心心 全都是我的错 你要打要骂 尽管冲我来 嫂子你放心 我只是把心心 送到我同学的家里 至于你 理当赎罪 这段时间 我盯了哥嫂照顾我妈 顺便让他们 把私吞的那三十万吐出来 两位人掏干净口袋 也只剩下两万块钱 他俩求我撤诉 答应我会把拆迁盘还回来 笑话 能还回来才有鬼 我怎么可能听这些屁话 既然钱都被花了 那么就让法院 把他俩的房子拍卖掉 对于这个结果 谢嘉诚翻了脸 你把房子拍卖掉 让我和你嫂子试大街啊 我怂怂奸 随便你们 哥 你都快四十岁的人了 还在啃老 说出去都让人笑话 你是不是找答 谢嘉诚的手还没仰起来 就被我爸扇了回去 丢人现眼的麻衣 滚 我爸气得火帽三丈 脸丈的通红 我扶着他坐下 正巧护士来说 我妈醒了 病床上 我妈神色奄奄 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她扶着我的手 轻轻的离句 闺女 还在怪妈妈 我无声地流着眼泪 说真话 看着她这副痛苦的模样 我心里也很难受 可是想起她从小到大 溺爱哥哥的场景 我心里的柔软 很快就会消退 她接着说 是妈错了 错在不该有你哥嫂放动心心 把好好的孩子养成白眼囊 也错在 忽视了你的感受 你能原谅妈妈吗 我擦擦眼泪 回头握住她的手 妈 你好好养病 等你出院 我带你去海城旅游 我妈眼中的光暗了下去 她颤的声音应你一句 好 有些伤痕一旦造成 就是一条永不磨灭的疤痕 即便嘴上说着原谅 心里仍然放不下 就这样 我和哥嫂的拉锯账还在继续 而欣欣再次惹老师 学校里有学生指责 欣欣是杀人犯 连自己的亲奶奶都不放过 许多和她一起玩的小伙伴 都远离她 还在在她的后背上 贴上杀人凶手的纸条 不仅如此 一些个头大的男生薅她的头发 往她的书本上倒垃圾 小小年纪的欣欣 自然受不了这些乌言会语 更何况她自我为中心惯了 在和同学发生争执的时候 把一个女孩的脸划伤 经鉴定可能会留下伤疤 女生的家长不依不劳 要求赔偿50万饲料 不然就要求学校开除新兴 这件事惊动了教育局 并对学校造成过例影响 很多家长都不愿意 把孩子送来上学 说新兴的人品恶毒 怕自家孩子惨遭毒手 直到学校把新兴勒令退学 哥嫂不仅不反思自己 给新兴带来的不良后果 反而把责任推脱到我身上 要是你早早地出了那30万块钱 我们家也不至于鸡飞狗跳 嫂子哭天腔地 好得我头痛 我坐在沙发上 看得她发疯 她抄起菜刀 就向我砍来 幸好躲得及时 不然真的死在她手里 你疯了 还是去精神病院比较合适 我冷冷地看着她 和她的歇斯底里 形成鲜明对比 她跪在地上 人不人鬼不鬼的豪桑 谢家长 你个杀千刀的 孩子有事 你就跑得无影无踪 我怎么嫁给了你重的废物 自从对方要求索赔50万后 我哥失联了一周 其实我有预感 她还在这个城市里 只是躲着不出来 后来 法院的判决书生效 强制要求我哥嫂 把属于我的拆迁款退回 然而 在哥嫂的房子被拍卖前 我哥已经把房子挂出去卖掉 拿着钱远走高飞 这怎么行 让人渣逍遥快活 由着我和年迈的父母 帮她收拾残局 于是 我想出一个计策 让谢家成主动上沟 我爸一直有买彩票的喜好 我让亲戚朋友广泛散播 我爸中了一千万的消息 还要宣扬他 只把财产留给我 谢家成得到风声后 马不停蹄地赶回来 看得出来 他把房子卖掉后 日子过得不错 整个人膨胀一大圈 他还翘着二郎腿 在房子里吞人土雾 爸 把你那一千万交出来 我给你留下一百万养老 怎么样 我爸气得咳嗽两声 指着他的鼻子骂 不孝子 怎么生出你这么的买意来 别废话了 反正你和我妈也胡不成 直接把钱丢 我也省得便宜家人这赔钱货 狗东西 你骂谁赔钱货呢 我拿起一杯茶水 泼在他的脸上 你都不配做人 拿着爹妈的棺材本 和小三吃香的喝辣的 说曹操 曹操道 嫂子拽着一个女人的头发 气喘吁吁地闯进来 这就是你养的狐狸精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嫂子往谢家成的脸上吐口水 大骂他不是人 脱下高跟鞋 把小三的脸抽中 我嫂子为人泼辣 战斗力也是女人中的战斗机 几个回合下来 我哥和那个小三 竟然没占到一点便宜 谢家成的头发 被薅成地中海 脸上也挂了彩 他抱着哭哭啼啼的小三 指着嫂子大骂 好你个王燕如 吓死手势吧 信不信我砍死你 好巧不巧的 上次落在角落的菜刀 被他捡到 追着嫂子满屋跑 我见识不妙 赶紧上前阻拦 打归打 骂归骂 这要出了人命 大家都不好收场 嫂子突然是心疯 她一边跑一边 把家里能摔的东西都摔了 还不停地往谢家成身上砸 你个死娘们 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就不知道老子的厉害 我大喊 嫂子你赶紧跑 不然真等她砍你啊 嫂子不怕 反而更来劲 她指着自己的脖子 挑衅 我倒要看她 她有几个胆 有本事 她就往这儿砍 话音未落 只听一声尖叫 我回过头去 嫂子已经倒在血泊中 谢家成提着的刀掉光 当落在地上 慌乱中 我紧急拨打救护车 我爸喊来周围的邻居帮忙 而谢家成为罪潜逃 嫂子被伤到大动脉 抢救无效死亡 谢家成在逃往南方的路上 被警察成功抓获 不日后就会宣判结果 监狱里 谢家成没得网日的神采 他颓着一张脸 轻蔑地笑了笑 嘉然 这个结果你满意了吧 这是你就由自取 做事冲动的代价 我在那头冷眼盯着他 事到如今 他还不觉得是自己的错 他低着头 呼得大笑 那一千万你到手了吧 你到手了吧 都什么时候了 他还带想的那一千万 如果不是他的贪得无厌 一次次地以身犯险 根本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极度死吧 我转了撞慢中的手表 告诉他 没错 一千万现在归我 而你什么都没有 谢家成疯了 他大骂我使用阴谋诡计 害得他落魄入狱 他说 做鬼也不会放股我 哈 如果到了阴曹地府 阳王也不会让你好过 我闭了闭眼 回 你就没有想过 欣欣怎么办吗 他似乎并不在意这孩子 咒骂着 那个小剑蹄子 跟他妈一样晦气 如果不是他 给我惹着许多事 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你错了 欣欣惹是 你们夫妻俩人 有逃不开的责任 家庭教育的缺失 使得欣欣一路的成长 颇为扭曲 不论是在家 还是在学校 他从来不会为别人 讨历感受 永远自我感觉良好 所以 他闯出来的祸事 才会一件比一件大 说完 我离开了监狱 一直到宣判死刑 那天我都没有去见他 这个哥哥 不值得我去缅怀 父母因为失去儿子 悲痛不已 身体变得更差的同时 把所有怨气都撒到我身上 我知道 此时的我 无论说什么 他们都听不进去 失去儿子是痛 失去女儿会不会更痛 不 我仅也是个无关紧要的存在 既然他们要悲痛 那就一直痛哭得好啊 毕竟我从来没做过 对不起他们的事 我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财产 打点好一切事以后 回到海城 开始新的生活 一步未平 一波又起 就在生活步入正轨后 父母带着欣欣找到我 他们说 你哥小没了 理应由你这个小姑 去抚养侄女 那一刻 我觉得 什么世间亲情 都是扯淡 欣欣成了孤儿 眼睛里没了原来的光彩 她变得自卑 胆小 不爱说话 我妈说 一看见欣欣就害怕 她她在把自己推下楼 况且 看见她的脸 就想起死去的谢嘉诚 心里难受不说 更没那精力去管她 我摸着欣欣脏兮兮的小辫 问 你愿意留下来吗 欣欣点的头 扶在我怀里哭哭不停 小姑 我不想回家了 爸妈没了 爷奶也讨厌我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问她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她点点头 诚恳道 我不该剪碎你的裙子 也不该在商场闯祸 更不该把同学的脸划伤 她一件件细数自己的错事 明明什么都懂 却偏偏闯祸 十岁的孩子 经历了家庭破碎 校园暴力 实属可怜 我这个小姑的心 不是石头做的 既然孩子需要我 我愿意给她机会 欣欣的户口迁到海城 我用尽关系 把她送进一所不错的小学 可我发现 欣欣越来越不对劲 白天 她表现得很乖巧 跟原先那个 骄纵跋扈的孩子 截然不同 她会乖乖地 喊我一声小姑 吃到盘子里鸡蛋 喝完牛奶 背起书包去上学 学校里她文静 讲礼貌 从不闯祸 我还以为是我的付出 感化了她 只要她平安长大 我什么都不奢求 然而 一听夜里 我睡得比较晚 看到新鲜房间里 还亮的灯 她趴在床头嘴里 七里咕噜地念的 什么咒语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不妙 听了一会儿后 就回到卧室 第二天她出门上学 我在她卧室 翻到了一个娃娃 娃娃身上扎满了银针 一看背面 赫然写着我的大名 我把娃娃丢在地上 整个人都愣住了 四只百孩 透露着寒意 这孩子没完诅咒我 她恨极了我 她表现出的顺从 都是假象 内心里才是真正痛恨 这个花一样 年纪的女孩 城府深到一定程度 没有一点 同龄人的天真浪漫 太可怕了 我这等于是养虎为患 她现在年纪小 做不了出格的事 等她再长大点 会不会把我 一想到这就毛骨所难 不行 我要找这些孩子摊牌 并告诉她 我不能留她 晚上 我故意回来得很满 通过白天 在房间庄的监控 看到她在我的化妆皮里 加一些奇怪的东西 怪不得我的脸 最近总过敏 原来是她在搞鬼 除此之外 她还把我房间里的 床垫灌水 鞋里放钉子 牙刷泡马桶 我恶心的胃都要吐出来 这孩子真是不一般的坏 是时候给她教训吗 掏出钥匙打开门 欣欣听门动静 逃回了房间 我故意喊 欣欣 小姑买了披萨 你吃不吃 她回 我不吃 想试觉 我推开她房间的门 发现她正在找东西 于是我拿出娃娃 在她面前晃了晃 欣欣的脸 突然变得通红 顷刻间 晃了负面孔 被你发现了 要杀二寡随便你 又 挺有大侠风范 我已在门框 问 你就这么恨我吗 欣欣大叫着 都是因为你 爸爸妈妈才会死的 你这坏女人 我冷着一张脸 严肃的神情 让她惧怕了三分 果真是有什么样的父母 就教育出什么样的孩子 你爹妈临死之前 都没悔改 我怎么能把希望寄托在 你这恶魔身上 你年纪少没错 但是你应该知道 懂理 明善恶 偏执如此 无药可治 这个道理 你需要用一生的时间 去明白 我不怪你 我也留不得你 欣欣在地上躺得撒泼 和嫂子如出一辙 她边哭边喊 妈妈说你是坏人 你不得好死 第二天 我联系了少管所 把她送了进去 从此以后 再也不见 又一年春节 我妈发来了糖衣泡蛋 闺女 今年春节 妈给你包你 最爱吃的猪肉大葱饺子 回来陪陪我们吧 此刻我正漫步在 马尔代夫的沙滩 感受着阳光和海风 无比惬意 不聊 妈 祝你们春节快乐 我挂断电话 脚踩在细软的沙滩 后面留下我一串脚印 随后被海浪冲刷干净 去说后来的星星 被舅舅妈接回老家 总被年幼的弟弟欺负 彻彻底底成为 没人爱的孩子 那些以爱为名的捆绑 只会让人步步踏入深渊 所以 我要努力迎着阳光 自以生长 努力地成为更好的自己